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套装软体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教各位同学如何插入表格 表格的应用怎么样编修 这个也要花点时间 那是不是都学会了呢 我们这一讲要介绍如何插入图片 那这一讲的内容包含了图片插入与编修 插入图力功能 插入文字艺术师 文字方块 图片的编修 浮水印 群组图形 首先我们来看看图片的插入与编修 我们都知道word它是一个文书处理软体 它不仅对文字处理的功能非常强大 它对图形处理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编修图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编修图片 有几项图片 我们插入图片的方法呢 有二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可以从word的软体中所提供的美工图案中 多媒体一郎图库来插入 但是word2010版的多媒体一郎 已经没有办法直接从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程式来存取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从图片档案 这个图片档案呢 可以由我们的数位相机去拍摄到的一些图片 也可以把它插入到我们的文件里面来 那刚刚讲到多媒体一郎 在2010版里面呢 我们要从这个图片 荧幕上的图片里面进去 就可以找到多媒体一郎 点选开始 所有程式 找到Microsoft Office里面 Microsoft Office2010工具 然后多媒体一郎 包含有Office集合与Web集合 它图片呢 已经分类整理在各类别中 以便搜寻 这是我们为同学截取到的一个图片 那刚刚讲到 从档案插入的话呢 只要你所 不管是数位相机 或者你是用扫描 档案是.jpg 或者.gif 或者其他图形档案 都可以插入到文件中 第二个 插入美工图案 点选美工图案的按钮 然后点选搜寻钮 比如我们在荧幕上面的范例 找到一个 比如打一个秋景 秋天的景色的图片 拖曳 你用拖曳的方式 拖到文件里面来 第三呢 怎么样插入一个图案 也是在我们的图例功能群里面 有一个图案的按钮 选取图案 按下插入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图片上看到一个是 比如说一个书卷 水平的书卷 插入一个心形 都是由图案里面所找到的 第四个呢 插入一个smart art 那这一个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比如像组织 组织图 阶层图 那我们这边稍微讲一下 我们说 如果你要插入一个阶层图 选到组织图 按确定 我们要对组织图呢 要做一个编修 首先 我们先选取 选取组织图的任一个文字方块 点选 smart工具之设计按钮 好 然后 我们再点选新增图案 开启新增图案 选单 点选新增后方图案 或者新增前方图案 各位在 我们的组织图的编修 的图案里面 刚刚讲到了 第一个 你先去点选 一个格子 然后再 注意看它的smart工具里面 有两个选项 设计格式 然后再 依照我们刚刚 为同学介绍的 这几个按钮 试着去操作一下 就可以 不管你公司的组织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把它完成 第五 插入图表 这里各位可以看到 有好多图表的选项 找一个合适的 第六 荧幕截取画面 这个呢 就是可以把荧幕 点这个按钮 把荧幕截取之后 可以插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同学 来做一个示范 同学看到我们荧幕上面 已经开启了一份文件 现在把滑鼠移到上面 找到插入标签 里面 找到一个图例的功能区 这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 图片 美工图案 图案 smartart等等 首先我们来 插入一个图片 比如我们在桌面上面 这里有一个 沙漠风光 选它 按插入 图片就插入了 好 那我们还可以 插入标签里面 美工图案 美工图案 点进去 这个地方呢 它会开启一个美工图案 在你的右手边 也可以搜寻 比如说我们这边 随便打一个 camera 按搜寻 它找到了 两个图片 你可以呢 直接把这个相机 拉进来 这也是一种 插入的方式 好 那我们 再看一下 图案 刚刚 我们有插入 几个图案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笑脸的图案 点一下 在这里 拉出一个笑脸 当你这个笑脸 选取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荧幕的上方 就有个格式 这边就可以来做 一些编修 我们再回到 刚刚 插入 标签 smartart 点进去 好 我们刚介绍 到阶层图 里面 的 组织 点进去 好 按下 确定 好 我们把这个 先把它 抵立掉 当我们在 这个 插入的smartart 里面点一下 各位就会看到 这里 出现了 smartart工具的 设计跟格式 点选设计 然后 我们把滑鼠移到 左边 新增图案 这就是刚才 我们所讲到的 好 那我们这边 新增 后方 前方 上方 下方 我们新增一个 下方 好 各位看到这边 就新增一个图案 出来了 好 那我想 各位 只要按照我们 刚刚所 demo的这些 做法 回到 插入的 标签 再一一去做练习 我们暂时 先介绍到 这个地方 休息一下 接下来 为同学介绍的 就是插入 文字艺术师 文字艺术师 可以将文字 图形化 变化出 各式的效果 使得 意念的传达上 更直接 不仅有图形的活泼 也有文字表达 清楚的特性 在文件制作中 也是常用的技巧 这里图片看到 我们文字艺术师 里面有 很多的选项 那我们在操作上 点选 绘图工具 标签的 格式按钮 可以对 该文字作 文字填满 文字外框 文字效果 一些变化 那 按下 文字效果的按钮 可以对文字作 阴影反射 光晕 浮凸 立体旋转 与转换 点选 转换功能中 停止的样式 这是我们 跟同学介绍的 一个范例 比如说 这边打的是 威尼诗人 做这样子的 一个范例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 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的功能 常常 应用在 图片的说明 你可以 随心所欲的 在文件的 任意位置 插入 一小段文字 并且可以 任意移动 这一个 文字方块 我们操作的方式 就是将插入点 移到 与插入 文字方块的位置 然后点选 插入标签 先按下 文字方块 按钮 开启 文字方块 选单 然后选取 简单 文字方块 对文字方块 格式 做编修 的时候 必须 要将 滑鼠指标 移到 文字方块内 这跟我们 之前介绍的 表格也好 图片也好 都必须要注意 注意滑鼠 插入点的位置 一定要看 你的滑鼠 插入点 是不是在 我们所要 编修的 那个主体上 然后 就会看到 绘图工具 的 索引 标签 有一个格式 这样的一个 功能按钮 各位在图片上面 看到 因为我们选了 这个文字方块 所以 它在 有出现一个格式 就可以对 这个文字方块 来做编修 紧接着 图片的编修 插入了图片之后 可以对图片 做 移除背景 校正 色彩 美术效果 等等 这些编修 首先 我们看 移除背景功能 自动 移除背景后 仍然可以用 人工的方法 将缺失的部分 把它做修补 多删除 多删除的部分 可以按下 标示区域 以保留 标示区域 以保留 没有删除的部分 按下标示区域 以移除 完成编辑后 按下 保留 变更 或者按下 舍弃 所有变更流 回复到 原始的图片 这个呢 也是在图片工具 格式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 校正 调整图片 颜色的亮度 跟对比 按下 重色图片 回复到 原来的图片 这是 这个图片 所显示的效果 色彩呢 调整图片 颜色的 饱和度 跟色调 它可以对图片 重新着色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图片 美术效果 将图片 模拟成 美术的各种效果 例如 麦克笔 铅笔 等等的画风 按下 重色图片 又回到 原来的图片 就如果你不喜欢 你所做的 更动 还是可以 用重色图片的方式 这是美术效果 接下来 我们看 排列功能区 有哪些 第一个 位置 有图片 又有文字的时候 如何来设定 图片与文字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图文并茂 文字跟图片 之间 如何 来做一个整合 好 我们看 点选 位置 钮 开启 文绕图的选单 各位在图片上 看得到 范例 左上方 矩形 文绕图 有文字 有图片 第二 自动换行 点选 自动换行钮 开启 自动换行 选单 这里面有好多的选项 当你点开 自动换行 一 与文字排列 图片跟文字 平行排列 文字不会 纹绕在图片的四周 第二个 句型 文字会 纹绕 围绕在图片的四周 呈 句形状 第三 紧密 文字会沿着图形的边缘围绕 紧密的结合排列 第四个 文字在前 文字 将不会围绕图形的四周 而是直接显示在图片的上面 如果将图片调整成页面大小 再将图片把它刷淡 就成为浮水印的效果 这是另外一种 射浮水印的一个技巧 文字在后 文字将不会围绕图形的四周 而是直接显示在图片的下面 而这样的排版意义是不大的 为什么 因为图片把文字盖掉了 对齐 隔线的设定 在我们调整图片大小的时候 总觉得在拖曳滑鼠的时候 图片有跳动的感觉 无法很平滑地来拖曳整张图片 到任意大小 那是因为有隔线 那我们看看这个隔线 它是怎么运作的 各位开启 点选对齐 然后隔线设定 隔线设定 就可以看到这个绘制隔线 这个四窗里面 里面有隔线的设定 水平间距 垂直间距 还有一个不显示隔线时 贴齐隔线 这边有打勾 那我们操作呢 点选图片 使它出现八个控制点 然后点选图片工具 标签的格式 左右边排列 功能区中 点选对齐 开启隔线选单 这是我们刚刚 那个图片所显示出来的 接下来呢 我们会跟同学呢 做一个示范 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 同学在荧幕上面 看到我们刚刚 这个插入的一个照相机 当我点这个照相机的时候 各位发觉 在绘图工具的地方 有一个格式的功能开启 好 那我现在脱异这个相机的时候 各位看到它是很平滑的 任意位置 那我们把滑鼠移到 荧幕的上方 好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对齐 点开 然后在最下面的地方 隔线设定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小心在荧幕上面 点开了荧幕上显示隔线 然后呢 不显示隔线时 贴齐隔线 确定 好 各位再来看看 你看我在脱异这个图片的时候 有跳动的感觉 好 那我再回到荧幕的上方 我把 隔线设定的视窗打开 这是我把 荧幕上显示隔线 隐藏掉 不要显示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显示隔线时 贴齐隔线 还是选取的状态 确定 好 再来偷偷看 还是跳动 好 跳动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呢 各位去检查一下 对齐 的 隔线设定的地方 有没有把 不显示隔线时贴齐隔线 拿掉 确定 好 你就可以 任意的移动 好 很平滑了 接下来我们看 插入了图片之后 也许这个图片太大 因为图片太小 可不可以来做调整 图片大小的调整 可以 首先 点选图片 它出现八个控制点的时候呢 一个手按住Ctrl键 并且同时将滑鼠指标 移动到45度的控制点上 按下左键 来拖曳 此时图片在四周出现虚线的框线呢 可以预览 完整后 完成后图片的大小 为什么按住Ctrl键呢 它会按照比例 才不会说长宽 拖曳之后呢 整个图片呢 会失真 第二呢 图片 插入了以后 有些部分 如果你要把它 剪裁掉 可不可以 它有这个剪裁的功能 剪裁跟图片缩放是不同的 前面介绍图片 它的大小 是调整大小 这个剪裁是可以把不要的部分 把它裁剪掉 这是一个剪裁的裁剪 一个裁剪的按钮 接下来 我们介绍 浮水印 点选 版面配置标签 找到版面配置标签 在页面背景功能区中 有一个浮水印的按钮 各位看到图片上面 开启浮水印的选单 可以选用内定的样式 也可以点选 制定浮水印 各位看到 这是它本来就提供了 有一些 可以现成的浮水印 以图片制作浮水印 点选图片浮水印 再点选 选取图片钮 勾选 刷弹 好 确定 以文字来制作浮水印 点选文字浮水印 分别输入 语言 文字 字形 大小 色彩 点选 版面配置的形式 勾选 半透明 和确定 好 这个是 我们 所做的 一个效果 浮水印的效果 浮水印的应用 其实是蛮广的 比如说 你在一个文件上面 要防止人家去拷贝 你就可以把浮水印 做在你的文件上面 某某公司的文件 或者写禁止拷贝 或者是 有一些 防止人家图改 也可以做个浮水印 做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看 群组图形 前面所叙述的各种方式 所产生的图片 其实是可以做 许多的变化 比如插入了图片 并不是只有 插入一个图片 还是可以做一些变化的 我们如果能够善用群组物件 还有图形的顺序 再配合色彩 框线 功能的应用 就可以创造出 千变万化的图形 不过有些图片 比如像JPG GIF BMP 这一类的 它是无法做群组的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图形是不是可以做群组的话 你只要 以滑鼠去点那个图形 按下图片工具标签中 格式钮 检视一下 排列功能区中的群组按钮 是否有作用 如果 点下去 那个群组图案是灰色的 代表呢 那个图形是不能群组的 它有一个群组跟取消群组 那我们这边呢 比如说 插入一只狗狗 图片工具标签的格式 在图案样式功能区中 按下图案填满钮 将耳朵颜色 改为黑白 编修完成以后 点选 常用标签的 全旋钮 然后再点选 群组 将狗狗的图片 群组回去 如此在拖曳图片时 才不会分解开来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呢 知道这个狗 这个狗狗 它的每一个部分呢 其实都是可以来拆解 可以来做编修 好 图形的顺序 那我们看到 这个 一个笑脸 一个太阳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两个图片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顺序 比如像右边 我们也是有一个卷轴 然后一个图案 把图案怎么样 做在这个卷轴上面 就是使用 图形 顺序的功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 为同学来做一个 示范 同学在荧幕上面呢 看到有这两个图案 就是刚才我们从插入标签里面 的图案里面 所选出来的 好 插入一个笑脸 那我点进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看这个八个控制点 按住Ctrl键 可以 按比例 调整它 那我们在荧幕的上方 绘图工具的格式里面 点开 这里第一个图案填满 点开 好 假设我们这边选个颜色 好 填满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笑脸慢慢地 拖到这个太阳的中间 放掉 各位说这个脸怎么不见了 这个时候赶快 我们看到上面 上一层 好 脸就出来了 好 剩下群组的部分 同学回去练习 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为同学介绍到这里 谢谢 台湾